你好 欢迎收看8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莲县卫生局4号上午在花莲县府大礼堂 举行带状炮枕疫苗接种记者会 特别邀请符合接种资格的接种代言人到场见证 并鼓励符合接种带状炮枕疫苗的长者 踊跃愉约施打 预防长者疾病是花莲县长徐真卫高度关心的卫生政策 第二年带状炮枕疫苗接种施政计划 7月25日开始在花莲13乡镇市卫生所开放预约接种 提供涉及在花莲50岁以上低收 中低收入户及65岁以上慢性病长者接种 接种疫苗对抗病毒 发现带状炮枕在整个罹患的过程中 其实是很辛苦 很辛苦 然后整个完成整个诊疗的过程 医疗的过程以后 其实有时候夜间都还会神经痛 and use it and use it 让你在深夜里面是没有办法很好安眠的 我们都知道如果失眠或者睡眠品质不好 那会影响到每一天的整个精神状况 还有情绪 所以那时候中卫就想我就请出家常局长研究 我们大概每一年会有多少人罹患 大概几岁以上的罹患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因为有这些的数据 有这些的研究 所以我们的订定了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 来施打我们的带状炮枕疫苗 截至8月2号目前已有1553人完成接种 希望能够透过带状炮枕疫苗接种 保护相关经济弱势及免疫力较低的长者 免于带状炮枕的困扰 并降低染病者对于家庭照顾的影响 花莲县议员许子方张怀文林中坤 吴建志等贵宾也到场见证这历史的一刻 记者凌杰 花莲室彩白莫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